警方查棄毒品 竟然挖出百萬網紅涉案 新北行大日前掌握線報 有多件西石大麻毒品案件 6號繽紛多路逮捕實名嫌犯 其中有知名YouTuber Jomaine與蕾拉 以及丈夫湯宇 目前都被依毒品罪嫌移送罰辦 頭戴口罩鴨舌帽 他們是網紅反骨男孩成員 蕾拉及他的先生湯宇 被爆出疑似涉及毒品案 付訊後 檢方御令釋毀 兩人不發一語不出新北檢 各位 我們拍完了 因為湯宇害怕 網紅夫妻檔經常拍片 分享日常 無厘頭風格 吸引大批粉絲 前不久才剛誕生 一子小湯包 沒想到就惹上大麻煩 警方掌握線報 6號上午吃居票 搜索票到中和一處社區 果然在他們住家 搜出少量大麻 還有毒品吸食器 政務擺在眼前 兩夫妻被帶回新北行大作筆錄 據傳兩人必中就親否認吸毒 湯宇更深稱 吸食器是從泰國買的 不曉得為什麼會出現在台灣 根據了解 此次被警方帶回的實名嫌犯 都是適用者 要頭還沒到案 同樣涉嫌吸毒大咖 還有這位 YouTube粉絲有259萬人 網紅酒man也在這波搜索行動中 被警方帶回 新北行達證實 逮捕本名翁姓男子 他公稱大麻是從網路上買的 稍早酒man律師也在臉書 發出聲明稿 向各界致歉 提到酒man積極配合調查 已被吳寶請回 消息溢出震驚各界 日前也捲入大麻風波的歌手 謝和璇 火速臉書發文 暗酸大家都是自己人 曾涉毒網紅 Toys劉偉健 也發IG動態 卸下臥部孤單 是否有吸毒 警方將驗尿財政釐清 網紅捲入毒品風波 接下來除了要面對司法調查 恐怕也要跟粉絲好好交代 記者王志文 范雅喬 新北報導